也就是讲 如果我要用到它玩的话 这一缸油我可以最少加个 1000km 左右 然后柴油引擎它就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有低转的时候 它可以爆发出高扭力 自从马来西亚政府取消了柴油清贴之后呢 柴油一个公司的价钱差不多是要 3 块 3 块多这样子啦 然后就会有很多朋友问 这样我现在买柴油车还值不值得 我跟妳讲其实是值得的 因为其实这个柴油车 它不管怎样价 它都是省油的 就算它的油是 3 块钱 1 liter 它还是会比汽油省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呢 就是之前呢 我开着这台车 从这个 Kia 的 Grand Marys Showroom 一直开到宜宝去 然后再从宜宝开回来 差不多有一个 400km 这样的路程啦 因为我们有去走小路啊 等等等等 差不多 400km 然后呢 它四大格的燃油呢 我只用好一个 也就是讲 如果我要用到它玩的话 这一缸油我可以最少加个 1000km 左右 所以你觉得它省不省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还说服不了你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再给你知道一个好看 就是现在你买这个 Kia Carnival的柴油版本的时候呢 这个 Kia Malaysia 呢 会给你每公升柴油 1.05 分的这个补贴 一直补贴你 5 年 也就是讲哦 你要去用这个 Kia Carnival去打柴油的话 你还是享受跟以前差不多一样的油价 这样子是不是划算呢 而既然我们就趁着现在 Kia Malaysia 有这个优惠啦 就把这个 Carnival再借多出来一次 拍一个影片给大家看 因为我印象中 我们好像还没有正式的拍过这个 Kia Carnival 如果是讲你对这个 Kia Carnival有兴趣的话 那么就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然后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辆车的一些细节啦 那么这样子出来的时候呢 很多人表示呢 其实它抢的是Alpha 跟 Viewfire 的 Market 可是呢 其实我自己不是很认同啦 因为如果我们是看这个销售数据的话 包括Recon车在内 Alpha 跟 Viewfire 一年可以买两万两 很恐怖 可是这个 Carnival呢 它平均的销量大概是250辆到70辆左右 所以其实它瞄准的市场呢 并不是那种大型的MPV 它瞄准的是一些实用型的Market 就例如讲 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啦 他们可能开这辆车是 有一些工商务用途的 就例如讲他们可能公司车需要载人 市场跑上跑下的 就例如讲有保姆车这样子类型的车子啦 他们会去Sanokia Carnival 然后呢 我还有一些朋友呢 是真的买这辆车是为了工作的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是想要载客户啊 跑上跑下等等 所以他们选择这辆车 他们觉得这辆车舒适 我觉得这个Carnival呢 是瞄准了这样子的这一个市场 可是因为柴油涨价之后呢 确实会影响到Carnival的销量啦 所以这个Care Malaysia呢 才会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子的优惠 我觉得这样子呢 其实对消费者是有好处的 因为 你现在买了这辆车 有这个优惠给你的话 其实你也会放心很多啦 如果你真的硬硬要把这个Carnival 去跟这个Alpha Wave 要对比的话 我觉得这个Care Carnival 优胜的地方 可能就是这个Engine啦 这个是个2.2公升的柴油涡轮轮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99HP 然后风势力表现 440Nm 然后柴油引擎它就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有低转的时候 它可以爆发出高扭力 那么这辆车的动力表现呢 就算是你载满人 我这辆车是7-seater的啦 你载满人的情况下哦 它都不会完全没有力 就好像哦 这个weekend 我同事驾这辆车呢 就跑去银顶车上载满人 然后载满equipment 去拍一个活动 那么这辆车对他们来讲 来摄影师 你觉得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是不是 然后这辆车还有一个很颜的地方 就是它那个油耗表现 就像我讲到的他们载满人的情况下哦 他们只用了半缸油 跑了400多km 然后现在我的Rage还有400多km 就是让你出用都好 800km还是轻轻松松的 所以这个东西勒 是我觉得它会比AlphaGovil 比较强的地方 然后它匹配的变速箱是8速的自排变速箱 如果这个8速的自排变速箱 换挡的逻辑也还算不错下 等下这个试驾的影片会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觉得如果讲你今天是一个很在意这个油耗表现跟动力的部分啦 这个Keya Carnival 引擎动力真的是不错的环节 OK 那么很多朋友讲这种MPV呢 一定要有电滑门 这个我是赞同的 因为有电滑门 你开门的时候其实也比较方便 就好像这辆车这样子 它是有这个左右的电动滑门 然后呢 后面这边有button 前面也可以控制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讲我的朋友很喜欢拿这辆车当商务车的原因 就是讲 这个车门一开老板下车的话 嗯 其实是很有趣事的 而且方便上下车 这个开口够大 就是我把这个椅子向前推之后我要上车其实是很方便的 哎呀 然后这个Carnival 的后面呢 它是可以做大人的啦 所以 嗯 这个空间表现对我来讲其实是OK 但是我是建议后面不要坐太高的人啦 因为我的身高是180亿 我坐在后面的话我头部压迫感会有一点点明显啦 所以这边后面身高不要太高的朋友其实是OK的 但是呢 我觉得它的优势还是在这个第二排的座椅 这个第二排座椅是这个Pilot Seat 然后它有这个电动的控制可以收着这个椅子等等 所以其实坐起来呢 这个后排的椅子中间第二排啦 真的是很舒服的 来 为大家示范一下 这Carnival 的第二排座椅这个Pilot Seat啦 我觉得如果你是买这辆车一定要有这个Pilot Seat 因为这个Pilot Seat真的很舒服 它不会输给Alfat Wheel 排列太多啦 然后这个椅背 电动调整是有的 然后 高度调整也是有的 然后还有这个 脚靠的调整都有 所以它做起来就会很像这个 飞机的这个 Business Class啦 如果你有做过Business Class的话 如果是讲哦 你直接要一个很舒适的模式哦 它这边同样也是可以按一个Button 它就会调整到一个 可以给你躺到很舒服的这个情况 看啦 所以你直接在车里上睡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 这个是我很喜欢它的地方 然后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这辆车 它后面呢 第二排座椅之后呢 它是有个独立的冷气控制面板 你可以调整它的风量啊 你可以调整风吹的角度啊 你可以调整温度 然后在这个门板这边呢 还有两个Button 一个是加热的座椅功能 然后应该是冷气通风雨的功能 像这样子的天气 有冷气通风雨的功能真的是太赞了 然后一切Settle完之后 你只需要按下这个Button 门就会关了 你就可以睡觉了 那么这个Kia Kaniwa的这个驾驶座呢 其实它也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功能啊 就是这个超大的触屏主机跟数位化仪表 然后这个触屏主机是有无线的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的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冷气控制面板跟音量控制键啦 在这边的设计呢 它是用一个实体跟触控屏的这个融合啦 如果我要调风量的话 嗯 还有这个实体按键 质感还不错 可是如果我是要去调风量等等呢 它就变成一个触控面板了 这样子使用的话会有一点点的不方便啦 不过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然后这个就是大家 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去适应的这一个 排挡杆啦 因为它是一个旋钮式的设计 踩brake 转就可以进行换挡了 然后p的话就是按下去 然后其实整体的使用逻辑你一旦习惯之后使用起来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呢 这辆车其实它是一辆正统MPV的关系 所以它并不像SUV这样会有比较高中心的感觉 你坐下去的话 其实你会觉得这辆车其实蛮矮一下的luck 可是这样子的话就带来了一个比较好的驾驶体验 其实这辆车我之前有开过很多次了 没有8次都有5次啦 然后包括长途 包括去槟城 包括去宇宝等等的路程我都有try过 这辆车的驾驶感受呢 是我可以接受的 尤其是我没有办法去想象一辆这样大辆的MPV 它的这个动态表现其实做得还蛮好下的 所以韩国车是真的进步很多啦 我会强烈建议各位去试一试车 你就会知道我讲的是不是真的 当然可能在质感的部分呢 我觉得它可能没有Alpha跟View Fire 那么好 可是想想一下它们价格也差很多 你买Record 那个其实算是二手车啦 年份也比较久一点 所以这个不能来做compare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追求一辆新车 然后要不错的驾驶感受跟舒适度的话 这个Kanima是OK的 然后Kanima 这边有一个天窗 后面还有一个天窗 然后它的车辆是有这个LV2的半自重驾驶辅助系统啦 所以在安全备备的部分 舒适的部分 我觉得做得都不错 当然大家很期待的这个Boss 音响它也是有的 它的实际音响效果其实也还不错一些 不过因为有这个copyright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demo给大家看 所以 同样的会建议大家自己去这个展示厅去试一下啦 OK 那现在我们就来试驾这个Kia Carnival 啦 然后首先我要称赞的就是它的隔音真的不错 你看咯 现在是下着很大很大的雨 基本上上面 哇 天窗还是开着的 你基本上不会听到什么雨声 就是讲它把这个外部的声音隔绝到很好 然后刚才我有试了 这个才有引擎呢 如果是讲你拉高转速的话 其实它会比较超喔 刚才有差不多拉到3500转左右 才有引擎的3500转是很高转的了 基本上这个引擎的声量不会传到车室里面 然后轮胎滚动的时候那个噪音的隔绝其实也不错一下 所以这辆车让我蛮surprise的 就是它的隔音表现 其实真的蛮不错的 你很在意隔音表现的话 这辆车一定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辆车的悬吊表现啦 我刚才有讲到嘛 就是这辆车其实有点驾驶感受的 就是它的悬吊是一个软硬适中的设定 你如果是想经过那种不平的路况 或者是讲你走那种减速带 就是黄线啦 它会有那种 咚咚咚咚的感觉 可是悬吊可以把它的这一个 震动吸收到蛮干净 不过这个主要是 前面这一排驾驶座跟中间那一排 后面那一排的话 它的那个震动就会比较到明显 但是并不会到不舒服啦 因为其实之前我有做过后座跑长度 所以这辆车的整体的舒适度表现我还觉得OK的 然后它的椅子设定的部分就是 我觉得 这个是见仁见智啦 好不好 因为我会觉得它的这个发泡棉比较偏硬一点点 给我我是喜欢的 因为我的背不是这样好 但是对一些来讲 太过硬的发泡棉咧 可能就会导致你长足驾驶的时候很容易疲劳 所以这个同样的也是建议你自己去试一试 看这个座椅的设定是不是你喜欢的地方 然后我自己现在就要讲到我最喜欢的环节 就是它这个引擎动力的部分 现在我的方向是去着KL 然后这边是每天早上或者是 每天 before 晚上10点之前都是一定会塞车的路况 这辆车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灵活 这辆车的动力是随传随到的 柴油就是有这种低转高扭力的特性 基本上你不用担心就是讲 它会有这个delay还是什么 Kia 的柴油引擎做的肯定是比它的汽油引擎更好的 这一点我很肯定 所以我一直很喜欢Kia 的柴油车款 然后重点是油耗又低 像我该应该也是有讲到嘛 就是我的同事在上一个Vcam 就是开这辆车去引顶 然后去排一些活动 然后车上有再满人 再满equipment 然后他们走了400多km 然后我现在 我还有一半的油诶 也就是讲 就算出用都好 800km 都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然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这辆车的动力并不会让我觉得它中坨 甚至让我觉得它很powerful 然后刚才我还有不小心打轮了一下 让我还蛮惊讶的 不过柴油引擎有一个点我也是必须跟大家讲啦 就是柴油引擎 基本上它的这个转速 并不会太高 就是讲可能它的这个峰值扭力 440Nm 可能在2000 处 在200 转就出完来了的 然后它的199hp 马力可能是4000多转就出完来了的 跟汽油引擎相比的话 它的这个扭力跟马力出来的峰值取义是比较早一点的 也导致了它没有Tor Speed 这辆车Tor Speed 会比较差一点 会比较发力啦 可是呢我们转念想一下啦 今天你如果是开着这个MPV出门 载满你的家人的话 你会去跑Tor Speed 吗 应该是不会啦 对不对 你又不是Alpha跟Viewfire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设定是OK的 最主要就是它的油耗确实是深啦 一个满缸基本上 我觉得可能给我的话 我可能一个月多打一次油吧 肉肩我真的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真的是需要一辆就是MPV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Carnivar啦 因为 OK 这辆车我现在要讲一点点我自己不喜欢的地方 但是对你来讲这可能不是缺点来的 就是在内装质感的部分 你去跟同价位的Alpha跟Viewfire比的话 它的内装质感没有到那么好 就不够那种 豪华的感觉 这个是确实的啦 但是可能你不在意 我不知道 但是给我话我会稍微在意一点点 但是今天如果你真的是不看品牌的话 Kia 是真的买得过的这个Carnivar 真的是不错的 然后刚才我也是有讲到嘛 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买Carnivar是为了商务用途 可能你会觉得他可能是来当霸王车的还是什么 不是不是 他是买来自己用的 因为他本身是老板 然后他请了一个司机帮他开车 他自己坐在后座 他告诉我其实Carnivar 让他还蛮enjoy 一下的 他蛮喜欢Carnivar 的整体的乘坐表现等等 而且就算是他今天拿这辆车去载他的这个生意伙伴啊 或者是他的这个 顾客啊 Customer啊 他觉得根本都没有问题 顾客也蛮喜欢这辆车的 因此呢 我觉得这个Carnivar 是一辆被低估的车啦 因为 我刚才有讲到就是他的这个销量就是 每个月是250多辆到70多辆 卖到最多是250多辆啦 我觉得 原中被低估 他 他值得更好的销量 因为这辆车其实真的是不错的 舒适度有在 安全配备有在 动力有在 隔音有在 价钱也不会太贵 大概是这个7-seater是26万左右 我觉得真的是很划算的一辆车 只是 他这样子的销量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这个 大型MPV 太过于更深低估啦 就是 还是要Alpha Confuio 可是这辆车你去试一下 你真的会改观 虽然我自己觉得 其实 Carnivar 的主要对手其实不是Alpha Confuio 但是我觉得 它这个销量是有被影响到的 就是被这两款车影响到啦 因此我一直会呼吁大家 就是 好车你自己需要去试驾 你会知道 它好在哪里 那么在荧幕前呢 各位会给这个 Carnivar 一个机会吗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OK 那么这辆车其实在马来西亚上推出是有一段时间了啦 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太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跟大家温析一下这辆车的一些特色功能啦 我这辆车我最喜欢它的点就是它的引擎动力跟它的这个舒适度的表现 还有这个车身动态啦 开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驾驶的去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该我真的有试到 这辆车我在 起步的时候我踩深一点油门 它就打轮了了 所以这个就是柴油引擎低转高扭力的特性 是真的蛮爽一下的 所以这辆车如果是讲 在MPV来讲的综合部分我会给到它8分左右啦 所以它其实确实是一辆不错的车子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个柴油补贴的地方我觉得也是大家要注意的啦 不过这个是有个TNC的 所以建议各位自己去产视听 问一下这个详情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那么大家对这个Carnivar有什么看法 或者你给它达到分内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然后最后就是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再见